历春之后天津下了一场大雪 当我开始担心树枝上刚刚冒出的小嫩芽的时候 院里的孩子们可是乐翻了 不过啊春天就是春天 应验了老祖宗说的那句话 春到人间草木之 可是院里的这棵桃树春节之前就已经开花了 要知道这里是北方的冬天呀 您想知道园丁可有什么秘诀吗 视频的最后为大家揭晓 大雪融化的时候我们的心也化了 让我们一起来做春天的手工吧 今天想给自己做一个收纳首饰的小包 首先我们需要把表布和里布正面朝理 缝合两个短边 然后对齐缝线 在表布的一端 距离中线1.5厘米的地方 我们要留一个2厘米大的开口 开口位置的布料向里翻不要露出毛边来 可以简单的缝几针 除了上下2厘米的开口 还有一个反口 我们就可以把其他的边都缝合了 缝好之后 我们把布料从反口的位置放回正面 缝合反口 然后就可以把里布放进口袋里了 整理好之后就是这个样子了 准备两根丝带 将丝带从2厘米的开口处穿入 穿入的地方就是要穿出的地方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然后我们从另外一端 穿进另一条丝带 同样的穿进的地方 就是穿出的地方 然后用火呢烧一下丝带的边 这样就不会继续拉丝了 最后我们拿出这种带背胶的刺绣布贴 然后用熨斗加温 把它烫在布料上面 怎么样很简单吧 好了接下来跟我一起试一试 看看它装首饰的效果如何 这是我的白宝箱 但是自从生了小孩之后 很多首饰就不会再带了 有一些小零碎不是很好收纳 正好做了这个袋子 我就把它们都装进袋子里 前两天有一个小伙伴在评论里说 小姐姐的手工做得很讲究 知音呀 我们现在做手工跟当年姥姥妈妈 她们做手工 那种刚需是不一样的 所以做手工其实就是来取悦自己的 让我们在匆忙的生活中 有驻足的片刻 发这条视频的时候 院子里的花都已经开放了 生活当中哪有那么多的奇迹呀 其实都是热爱生活的人们创造出来的 就好比这棵看起来很神奇的桃树 其实就是一棵正经桃树 在过年的时候被带上了假花 喜欢我记得加关注哦 我们下期见 那就好比较好 然后您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